我在2017年18年 我跟大家直播中就说过 我说战争现在一个针尺导弹 就可以改变所有人类的命运 事实上2017年 我们有机会改变世界 把共产党能给它打残废掉 打不死当时 我们有百分之百这个把握 为什么知道吗 是我们阻止了很多事情的改变 当我得知 有些人要采用了这所谓的暴力行动的时候 我及时的制止了 针尺导弹 任何一个人拥有最轻的16公斤 放在车上 背在背上 放在地上 都是可以的 俄罗斯的坦克过来 几十公里之外 只要我知道这个信息 我放到 顺序 我就像扫码一扫进去 我往里一搁 反转用力很小 像男士一般高健康都行 女士抓紧了都没问题 蹦就出去了 自动找到他呱唧 他找的事啥呀 大家知道吗 找的就是你整个机动车子最核心 GPS 芯片 还有你身上的手机 还有无线通信 你这有一样 他就能找到你 几乎是百分百分钟力 人家乌克兰人很聪明 老子想获得准确的信息 整个俄罗斯觉得我人多 我武器大 我冲进去 人家乌克兰躲在旁边 几十公里之间的小女孩 学生 有的是在哪里 在车里边 啪一摁 整个后备箱出来了 自动 人家升降架 后面箱一打开 一排 七个真知导弹 人家拿着手机 找这边 啪信息来了 一扫码 蹦出去一个 蹦俩 一个都不攻发 这种情况下 这叫什么战争啊 这是一个混合型的高智商战争 AI工程学 区块链学 导弹武器 就是工程学 全民下的一个人心统一 一致对敌 而且非常自信 每个人都想做牺牲 因为他们觉得 他跟俄罗斯这个死敌 那种仇恨已经倒了架了 你来把我们消灭来了 本能啊 而且自信自己会赢 这几个所有的战争宣传 战争心理学 战争关系学 战争工程学 战争资源调配 然后打不对称的信息战 然后信息优先 特别是在心理上优先 我是正义的 你是非正义的 全人类都觉得 俄罗斯是坏蛋 乌克兰是弱的 俄罗斯这个是杀老人 杀孩子 杀乌乌 秦流战争 普京一个人的战争 哇塞 这种心理是很吓人的 俄罗斯抓了乌克兰 好多士兵 没有一个士兵出来的 但是乌克兰最早 几个小时出一个 接着说 俄罗斯的士兵 横石在坦克旁边 拿到士兵的 还有女孩 俄罗斯的士兵 多漂亮的女孩 怎么可惜啊 然后你看到 真是太残忍了 然后看了俄罗斯兵被侮 这种在战争心理学 叫什么 这是不可抗拒 不可抗拒的 这叫战争宣判心理学